说明清冷暖宿世间败胎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李静是家里的独子 父亲早年去世 是要母亲一手拉扯大的 大学毕业后李静下海经商 他凭见着自身聪明的头脑 以及灵活的交际手腕 获得了不少的成就 赚钱以后李静成天的 不是跟这个朋友出去吃饭 就是跟那个兄弟出去游玩 在李静眼里 他有的是大把大把的钱 哪里用得着抽钱花 这天李静回老家 看望独自居住的母亲 母亲对他说 儿子你做生意怎么样啊 赔了还是挣了 李静得意的对母亲说 我这么厉害怎么可能赔钱呀 当然是赚钱了呀 然后李静就给母亲 讲述他赚钱的过程 还有他和那些虎蜂狗友们 出去游玩的事情 李静母亲听完之后对李静说 那也给妈点钱吧 听完母亲的话 李静一想才发现 自己赚了钱 好像一分钱都没有孝敬过母亲 她立刻从包里拿出一千块钱 递到母亲的手里 让母亲自己去买一些好吃的好喝的 咱村里的老人们都到处去旅游 妈也想去 小静 你再给妈一点钱没 李静的母亲还想多要一些钱 李静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卡 告诉母亲还留三万块钱 她母亲欣然的接到手里 后来李静每个月都会给母亲打钱 偶然一次李静忘记给母亲打钱 母亲便火急火燎地打电话 喊李静回家 李静急匆匆地赶到家里 问母亲出了什么事情 结果母亲只是问李静 这个月为什么没有给她打钱 李静觉得母亲有一些 钻到钱眼里去了 天天就知道给自己要钱 却从来没有关心过 自己挣钱辛不辛苦 李静跟母亲说 一会儿就给她打钱 便离开了家 连口水都没有喝 五年后 李静的公司破产了 她欠了一屁股的债 为了怀债 李静把在城里买的房子 也抵押给了银行 而李静那些所谓的好朋友们 不仅不想借钱给李静渡过难关 反而一窝蜂地 让李静抓紧时间怀债 李哥你在家呢 李静的朋友敲开李静的家门说 兄弟你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啊 李静问朋友 朋友说 李哥啊 兄弟最近手头有点紧 不知道你以前跟我借的钱 能不能还给我呢 李静一挡挡头对朋友说 兄弟李静最近也不好过 房子都抵押出去了 哪里有钱还你呀 你再宽容一段时间 李哥一定会还给你的 李哥 你房子都抵押了 拿什么还呀 朋友一听李静的话 立刻翻脸不认人 最后朋友把李静的车 以及李静家里纸钱的东西 都拿走了 李静内心痛苦不已 他风光的时候 这些朋友与他成兄道弟 现如今他遇到困境 却没有一个人帮他 却没有一个人帮他 正当李静沉浸在悲痛中时 母亲又打电话问他 这个月为什么没有打钱 李静忍不住对母亲发火说 你这个当妈的 天天就知道跟我要钱 现在我破产了 什么都没有了 最后一分钱 也也拿不出来了 看你还问 谁要钱去 李静说完这话 还没生气地挂母亲的电话 母亲却先将电话给他撂了 李静绝望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一个人闷头大哭 朋友靠不住就算了 没有想到遇到难事 自己的母亲也如此对自己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李静听到敲门声 以为又是哪个朋友过来要债 本想躲着装不在家 可是敲门声越来越急切 而且他似乎隐隐地听到 是母亲的声音 一想到母亲之前的嘴脸 他气就不大意出来 正愁找不到地儿出气呢 满脸怒气的他 去为母亲开了门 将满身堆满积雪的 母亲堵在门口 完全没有好脸色地给他 他忍不住地埋怨母亲说 都是由于母亲都把钱要走了 他才没有了朋友 母亲看着李静说 儿呀 我太理要见你了 就凭你天天嘚瑟的模样 再加上处的这些酒肉朋友 娘就觉得你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 这几天我天天跟你要钱 你一共打了七十多次 娘都给你放在存 这里一分钱都没有花 为的就是防着你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李静的母亲一边说 一边从口袋里把存者掏了出来 李静看着母亲 递过来的存者 本来想开骂的神情 顿时僵在那里 一瞬间泪流满面 几乎是同时 他趴的一声跪在了母亲的面前 紧紧地抱着母亲 又是对不起 又是谢谢的 活脱脱地像个疯子 他用母亲给的这笔钱 还完了欠款 还有剩余的 又拿去做了小生意 虽然赚的没有以前多 可是有母亲守在他身边 他却觉得比起以前的日生活 要充实多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你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